那些被朱元璋杀的忠臣,为何不用免死铁券,最终解释权归皇帝所有。 朱元璋一个弟弟道道的不依皇帝,从一个什么也吃不起的人一直做到了国, 加了一把手这中间包括他自己的思想睿智以及勇敢等等优点更有一点就是他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登基, 为皇帝以后不久就开始策封功臣,洪武三年以后朱元璋赐给很多大臣免死铁券, 我们一般人理解的免死铁券那就是免死铁,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免死铁券能够免死, 为何他们不用呢?朱元璋几乎杀掉了当年所有的功臣胡维雍一党, 环西集团等等难道皇帝赐予的铁券不? 顶用原来是这么回事,朱元璋赏赐免死铁券的时候闯话也说到了前面, 那就是有个条件,除了冒犯这个罪其他罪,都能够免死大家也吃了颗定心丸, 反正一般人不会想着冒犯啊,当然朱元璋想除掉这些手持免死铁券的大臣, 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安上冒犯的罪名, 所以呢,胡维雍兰玉这些人神不知鬼不觉而且又猛逼的就成了想造反的大臣, 他们手中的免死铁券又有什么用呢? 这样一来,他们有冒犯罪名,朱元璋,早就把丑话说到了前面啊, 沙巴当然还有些大臣逃过了这一劫, 他们也不乱来为人处事,更加的小心, 生怕被安上罪名朱元璋一时间也找不到他们的罪名, 但是朱元璋的身体状况已经慢慢的在变坏, 如果朱元璋死,在他们前面那么朱元璋的儿子肯定都不过这些当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大功臣啊, 所以朱元璋干脆也不饶弯了直接自死, 正所谓军要沉死沉不得不死。 小兔死走狗坑,于是他们很多人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朱元璋要杀掉那么多大臣, 我们从电视剧朱元璋里一个事件简单的说明一下, 朱元璋拿着满十次的荆棘让儿子朱彪拿着朱, 彪说都是次扎手朱元璋说, 这个荆棘就是皇帝的权杖那些次就是当年的大臣, 如果父皇不把字录干净了。